大家看 我给大家教如何下载 谷歌 大家看如果下载谷歌网上应用店的这个 插件 如何下载这款插件 大家以这款插件 SKYPE为例 大家看 点进去 先点进去 然后点进去 它这上面有一个ID 大家看 它每款插件都有一个固定的ID 网上很多叫成的都是假的 它这个ID是怎么算的吧 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 它这上面 它这一行 大家看 它这一行 从这开始算 大家看 它这最后一段 大家看从最后一段 这开始 PE 从这 大家看到这一点 SKYPE 这一杠 一杠 大家看后面 这是一杠 一杠从后面这算 这个就叫ID 还有这个问号 大家看 这右边有个问号 所以右边还有问号 HI等于ZHCN 这些都没有用 问号以前 大家一定要记住 记此 这个问号 以左以前 还有这个 SKYPE 杠号 以右 以杠号为标志 一个杠号 以右边 这个就是插件的ID 大家看 这杠号的右边 一般ID就是32位 大家看 SKYPE 杠号 杠号不算 杠号以右 和这个问号 这边问号 HI 和个问号 以左 这边是数 复制定 大家看 我点 我点这个 把这个32位的复制过去 好 大家看 我已经选定了 然后 左右边 然后剪切也可以 点剪切 剪切 然后 剪切进这个地址里面 就可以下载了 剪切进这个地址 大家看 CH CHOME 这款地址 大家看 就是这款地址 出现这个页面 就可以下载了 大家看 出现这个页面 然后把 然后把地址 复制到这里面 复制到这里面 看看 当然就是这个地址吧 看看 大家看 详细看一下 这个地址 如何提出谷歌插件 CRX格式 必须是CRX格式 的插件 打开这个地址 打开 CHOME 这等等 DOWNCUM 就是这个地址 然后出现这个页面 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操作一遍 是CRX格式 大家看 然后我复制进去 然后又点 链贴 大家看 链贴 链贴 然后点 下载 DOWN下载 它都在写C主机 稍等一下 大家看 咦 大家看我已经下载成功了 大家看 词类型的文件 文件 名积计计算件 点保存 可是是保存 大家看 大家看 你下载 然后 在文件 有种显示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刚刚下载的 sqp crx 大家看 最后一个sqp crx 这个就是这个插件 谷歌运用商店的插件 大家看 这就算成功了 到这一步就算大功告成 这个插件可以 可以放进那个 可以放进360 急速浏览器里面安装 现在国内 也就只有360 急速浏览器 可以支持安装 这第三方插件 crx的文件 大家一定要记好 crx 然后把这个文件 然后复制 或者拖进 拖进的360 急速浏览器 就可以了 然后 再给大家说一些快捷键吧 快捷键 大家看 要想把先选定 这个是删除键 选定 然后快捷键 就是shit 大家看 就这个键 就这个键 shfit 这个键 加 加这个键 D1 L1 T1 大家看 D1L1T D1L1T 记住这两个键 这两个键 按 同时按 shft 加DL1T 这两个同时按一下 大家看 这两个键 同时按下去 该提示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两个键 确实要永久的键 删除此文件吧 你点 是 点 这个是 或者是ENTR键 就可以删除了 大家看 我点 我点 ENTR键 它就删除了 当然 嗯 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快捷键 大家看啊 非常好用的快捷键 大家看我选定这个 我选定这个 我选定这个 是 CTRL 加X 就是 就是减切 大家看 这两个键组合 CTRL 加X 这两个就是 减切 这两个就减切键 然后 CTRL 加C 这个就是复制键 还有 CTRL 加V 这个粘贴键 这个粘贴 大家看这个粘贴键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键 就是 这三个键 大家看 CTRL 加Sheet 再加ESC 三个键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Windows 任务管理器 大家看 这个任务管理器 这个三个键 三个键 大家记住 这个 这两个 再加ESC 这三个键 就调出了这个 任务管理器 就调出了任务管理器 然後 CTRL 加X 是减贴 再加C 加是复制 加V 是粘贴 这是三组粘贴键 还有 Shit 加DS 这是 这是删除键 这个是快速删除键 还有 ALT 大家看 ALT 加TB 这个键 大家看 大家看 可以在几个桌面之间 来回调 大家看 可以在几个桌面之间来回调 还有 大家看 我想把这个名字修改 大家看 我选定这个 我选定这个 我想把修改名字 就按F2键 就按F2 大家看 我按这个键 F2 大家看 这就处载修改 可以修改 又又重命名 重命名键 F2 大家看 大家看 F2 还有ESC 就是撤销 大家看 ESC就是撤销 不再重命名 大家看 就是F2 是重命名键 当然 写定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关机键 大家看 我要把 关闭这个窗口键 ALT加F4 大家看 ALT加F4 大家看 这两个键 就点 全部关掉了 大家看 全部关掉了 加F4 然后再按 就关机了 这个也可以关机 点关机 这几个组合键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个组合键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